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秀池 愿解如来真实义 再加律学概说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上次整个听经仪轨 我们做了简单的建立听法的态度 除了我们这个正确听法态度 那我们未来在学佛的这条路上 我们都要亲近许多善知识 善知识当有很多的一个德相 那在末法当中种种德相要聚辱并不容易 那各位去看看去观察 你说我们佛法没有分别 其实没有分别是指你在利言对境的时候 内心不要起善恶对境的那个贪嗔 乃至这个错误的观察 愚痴心 但是正分别是要得 正分别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智慧 所以从一切的邪分别到正分别到后来平等观的无所分别 这是有个次第啊 不是学佛到后来讲的 世间人讲的不要分别啦 这是一种愚痴的状态 那所以佛法的无分别呢 还是有正确的以智慧 甚至这样的我们所依的这个分别的明言量呢 是依佛陀祖师大德所教导的圣言量 所以那种八种善知识的德相 大概我们知道 他能安住境界 他本身的言说里面呢 是依着佛陀的交代 以界为师 所以讲者听者 都是要以界为师 那所以这样的大德善知识 就必须安住境界 那第二个 这个大德必须是文在具足多文这方面 他必须要具足多文 在经律论多所学习 那第三个 那更困难了 能有所正 所说所行它的一致性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你是什么虚头韩果 师头韩果 阿那韩果 这个果为我们 除非我们圣人 我们这个成就比他还高了 那但是多有所正 以这个我们所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你的知行 你的解行 你的言说 跟你的行为 必须要朝一致的方向 那前面呢 这个是属于通常 这个所谓的善知识 他自己必须要具备的德行 那我们从这个基本的言行上 还是可以观察得出来 那么第四个 其实可以判断 当他在带领众生 在分享教导法意的过程的时候 他的这个悲心 他的那个耐反 心无厌倦 心无厌倦 那个厌呢 有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对 我们都有一种奇性 就是有所得心 父母对子女的一个期望 或者说师长对学生的一种期望 那达不到的时候呢 有时候心生 这个退却 那个放弃的心 那善知识呢 因为学习空观法意 这样的智慧 那知道许多事情要有因缘的 那第二个 这样智慧之外 他有慈悲 他需要知道很多众生 必须寻寻的这个诱导 尊尊的教会 必须要等待时间 学习是要等待的 需要有很多的因缘 那所以这样善知识 他心无厌 他不会厌烦 那他不会感到疲倦 所以我们会厌 会倦 其实是我们错误的期待 错误的想法 所以心无厌倦 这边我们未来为人父母 或为人师长的 其实你们在执教编的时候 或说你们在教导自己小孩子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重新去检视自己 你为什么讨厌呢 为什么不耐烦呢 为什么会产生疲倦呢 反而去返求自己 是不是期望不当 过当 没有正确的观察 那第二个 检查自己是悲心的不足 你没有那么爱你的学生 你没有那么悲悯你的小孩 那所以心无厌倦 这是善知识的第四种相貌 那第五个跟第四个 他的特质就是 他很有同理心 他的特质 他的个性 常常会 能有 生同感受的那种苦 信多哀鸣 他知道你的苦在哪里 第五个很重要 信多哀鸣的意思 他能拔苦 他如果有这种同理心 他就能 我们讲慈悲慈悲 那其实那个悲是不容易的 他能感受到你的苦 他能理解到你的困难 他也甚至有这样智慧 可以看到你的问题所在 所以信多哀鸣 那个信就是本质 那个特质 特性 信多哀鸣 所以到第五个这边 第四个跟第五个意思 是跟慈悲慈悲有关系的 所以从他本身的 就是平常的 言以律己 到后来宽宜待人 你看一路从 安住境界 具足多闻 然后 这个 能有所证 他自己就身形一致 前面比较关于自己 他自己本身的 那对外的慈悲呢 信无 信 信无厌倦 还有信多哀鸣 这个就是后面两个是慈悲的 那这第六个以上就更困难 如像遇到大境界 像有些 一个大德大老师 当他的急重 门下多了 或说这个信众 这个法师 在教导 他广开度众大门 那来者多 那良又不起 那甚至有一些问难的 所以 于顺境 他不会被名利所迷惑 于逆境呢 他常修忍辱 所以 善能堪忍 这个就更困难 当这个重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小班 没什么的境界 你们也不会问难师父 但是整个 当我们朝向人多的时候 那这里面有时候 就不是为法而来的人很多 那所以这一个 第六个比较先是这个 一路在教化的过程 前面几个就是整个对内自己 对外 那等第六的时候 这个展现出一个处这个大业 这个供业 处业的态度 于顺境逆境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顺境会不会 人多 你们赞叹 那整个就忘了自己了 或说来问难 来考你一下 你就整个 这个无名火就烧起来 所以善能堪忍 乃至所谓什么忍 第三个非观顺逆境 就是说 看到这个大家 就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对于法 对于大众的教化 还有没有那个义乐心 持续慢慢的去 我们讲烘培等待 那所以于顺逆境 还有不顺不逆的这个境界 他都能善能堪忍 所以就是处业的态度 对现前说的业 他的态度是自在的 所以善能堪忍 那最后当然就是 比较他的说法 整个说法呢 这样的一个善之师 他会像我们讲说法 四种无碍 各位还记得吗 他对佛法的通达 法无碍 那通达一些法 对义礼的通达 亦无碍 还有他的语言的善用 慈无碍 那最后他的悲心 勒说无碍 那所以说法无有不畏 那第七种这样的大德法师 那就更难得了 全面一路这样过来 可能就有时候 你只观察他停到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他不善言说 可是他还是大德 可是一路要走到 悲心智慧俱足的 他整个无有不畏 那更不容易了 那所以第八个 这个整个语症 都圆满 他所说所证都圆满 所以这一路里面 我们讲的八种德相 其实里面 只要一个到两个 都值得你学习的 那就必须去亲近 那上次都大概提的整个议理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各位说 就是这里面 其实我们会碰到 具得乃至不具得的 这个上师或者善知识 都跟自己的福报因缘有关系 都跟你自己的业缘有关系 所以你目前该碰到 怎样的这个善知识 就在那处你应该好好的学习 你不用盲目的去追求 因为你还没准备好 即便具得法师现前 你也堪受不了 好 所以整个这个戒律 就是生活中培养一个自律 自我要求 你在生活中 在家庭职场上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对待 讲白话 就是你必须培养一个自律 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事项上 其实我们若不要把讲的 这么佛教的一个 一个规范的这个名言的话 其实我们生活中 都可以看到有些人 天生他过去的持戒 这已经做得很好的 我有听过一个阿嬷 她刚刚念阿蜜豆粉而已 还念阿蜜豆粉 她其实就是也代表 她本身的心性 她在教化她的家族 她的家庭 其实还是有她的那一套 那所以 她的小孩子也都很 很优秀 那孙子也不错 她常常在跟我分享一个故事 她常常看到她两个孙子 久久回来一次 从这个国小到现在 已经这个大学了 她观察到每次她有 拜拜神明堂 她也逛那个水果 逛那个 爱吃的 汤子拼 还有那个 饮料 没有跟她讲说 那个可以拿下来吃 她们绝对不会去动 那这个 这个跟我们五界里面 哪个界很惊严 有关系 到 不语曲 没有讲 你连去动都不会动 你能好奇 拿起来看的那个动作都不会有 没能教耶 那这个跟她过去的熏修有关系 那有的相对的 我天天睡一念 天天教 教不来 她就是要跟你动一下 她就是要跟你移一下 所以 当然教育很重要 但是 我们会推到 我们常常讲 这个人的个性 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她父母都很倒霉 父母要被你怪到什么时候啊 其实好 原生家庭就到20岁好了 慢一点 你晚熟一点 心智成熟慢一点 到30岁吧 后面都是你自己应该要 学习的啊 父母家庭社会 给你30年的时间 你后面该学的 应该自我建立啦 那所以我们每一起每一起 上次有稍微讲到 三四二重嘛 你每一起这一起所表现的 所谓的好跟不好 都是过去所修嘛 那你这一起结起来的父母姻缘 那也跟过去结的有关系啊 那所以当我们掌握这个 我们讲的佛教很重视教育 掌握这前面的这个 零岁到七岁之间的那个人格教育 这个父母的姻缘是长很好 可是有时候你要看看你自己的特质 那当然七岁小孩子不会自己看啊 那以大人来讲 就是把握这个时间去教导嘛 那等到长大之后 就是自己要反攻自行啊 那所以那个部分就是自己 在累劫里面你的修学 你是呈现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 从慈戒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师父因为常常很重视这个 从小朋友里面的言行去教导 但是师父的教导是从这种观察 但是我不会看到小孩子 有些父母看到师父呢 由于他的信仰啊 就会强迫小孩子 跟这个师父说啊 跟师父阿弥陀佛啊 压着他的头啊 跟师父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啊 这种的方法其实不是很好啦 你所有的恭敬 所有这个对佛法的认识 都要从你自己 父母身形上的这个 教导去感动 你不是师父现前 或是说一个老师现前 才强迫自己的小孩子要去恭敬师父 不是 是你自己平常本身 作为父母的师长的 平常在对人的时候 就有一份那种恭敬礼貌 该有的应对进退 小孩子是慢慢是可以看跟学习的啦 所以不要用那种强迫的方式 那像我在师父金色的附近呢 有一个 有一个 所以有时候师父都不认为自己在说法 我都觉得这些小孩子是在说法 像观心菩萨一样啊 因以同男同女生在说法 告诉我们累结的那个 形成的善根其实很重要 我们一个小女生在六岁的时候 就认识师父了 今年已经那个十岁了 认识三年了 那父母也都是这个 一般信仰来自天主教信仰的 那因为师父那地方很特别 就是没有特别这种具象的东西太多 佛教的具象太多 就是简单的施舍 那所以小孩子很爱过来 那么 尤其我那边也没有什么大法会 就是启动点灯 因为台湾以前很喜欢点灯啦 我喜欢抽签宝贝之类的 那我就用点灯 那我来引导他们 经过都欢迎进来点灯 那点灯也不会跟你收钱 因为那个蜡烛呢 是有人发心 他想用点灯的方式跟大众结缘 所以他们小孩子喜欢来点灯 那么这几年将下来呢 他在去年的 就是说我要帮师父盖道场 哇这个心愿好大 因为他是在我们那边 一个社区学美术的 那所以他的手很巧 他用那种收集了好久的那个 那家乒乓的乒乓的乒乓的乒乓 收集了大概几百根 帮我盖一个道场 真的盖出来 就像那个建筑系的那个 这个有书房有大殿 还有外面当鞦韆的地方 还有游泳池 这个就是最纯真的供养 那这我让我想到 当初那个佛灭后五百年后 五百年后的那个阿育王 就是他护持佛教嘛 那后来为什么他那么大力护持佛教 我想到那个故事 因为他曾经在释迦牟尼佛 在心化脱波的时候 他心生欢喜 抓了一把沙 投到波里面去供养 那所以我说 在法界里面有这样子很多的 善的这种心性跟行为 只是我们没有去察觉去看到 像那这样的小孩子 不但他有 他也不是佛教徒 父母也不是佛教徒 他就是一个欢喜 然后他本身的行为 就是他必须经出我们那个管理室 他一定等到警卫通知 某某人 那个老师知道他才会进去 他不会看到没人就跑进去 他就在那边等 所以那边的警卫说 这个小孩子很了不起 他不会黑白去跟他走 他一定在那个地方等待 人家同意他再进去 所以这里我观察完 后来我认识他父母 观察他的父母 父母也是一个整个生 对自己自我要求很严格的人 对小孩子的教育很有耐心 他不强调小孩子一定要读书 他们对小孩子的教育 就是说能过就好 他很重视的是 小孩子的言行跟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世界 应该缺的是这个人 我们大概教育都在教育你真我夺 就是考低志愿 因为我那个地方不是只有这个小朋友来 我们旁边有 我们有两个安清班的主任跟老师 喜欢到我这边来 所以他们每次会固定像新春点灯 育佛节都会来 那他们的期愿卡我看贴满一片好几个区块 大概百分之九十至少百分之九十都写 我要考第一名 我希望功课少一点 我希望考之后父母给我什么 而且希望爸爸妈妈健康的真的 大概就是那个十分之一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教育 那我可能一般父母也不以为一 但是我大概看着 我就说 现在人的心大概想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教育呈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这样 那当然这个是我讲到的题外话 但是我是讲到说 生活中的戒律其实就是从你出生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追过去的宿命这样的论调了 我们就从这一起我怎么样 把你的善的种子培养出来 引发出来 那不断的培养 还是那个适正情的概念 父母自己执行适正情 教育也是 以生恶令断除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善令增长 为生善就要令之生了 还是适正情的概念 但他不是那么佛教的佛言佛语 他就是落实在生活里面 所以呢 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学佛 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反攻自身 从自己开始绝照 开始 那这个就是从三字字 稍微再提一下上个礼拜讲 讲到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进入赶快把这个地处完成的 就是我们请各位先去预习的 在律学的三种名称上次讲过了 就是打开第十一页 那我们讲律学三种名称 就是我们 皮尼、施罗、波罗提木叉 那上次呢 在第十页整个稍微念过 第十一页 请各位回去看的就是说 皮尼就是教 施罗就是行 波罗提木叉就是果 教行果 那以戒 当然所有的教理都是教行果正 但以戒律一样也可以这样的一个分法 所以皮尼就是教 施罗就是行 波罗提木叉就是果 那这些当然都是所谓的 狭义跟广义的戒律 那首先讲到这个皮尼呢 皮尼就是范语 若以中文的意思叫做律 我现在讲第十一页的这个 对不起 你们讲义 你们讲义是第三页 我没有第十一页 这是我整理过的啦 所以把它送成一章 所以第三页的中段是吗 下半一段 以二秉一 以二秉一 以二秉一的地方 所以律也就是法的意思 那这里的法呢 就跟我们在讲教理的那个一切法不一样 一切法那广泛的一切存在一切现象 那这边的法是说到 跟这个律有关系的 我们讲的法律 法律它作为 比如说管理跟凯定 它是以凯定 凯就是一个框框 我们讲凯书凯书 那个凯就是一个框框 它有个规范 那你的定义 你的必定义怎么样是持 你这样的状态叫持戒很好 你这样叫做违犯律戒 叫饭 持饭持饭 所以这个匹泥 我们讲的日常的生活匹泥 像我们出家中有出家中的匹泥 就是你的言谈举止之间 你的饮食受用行住作用之间 都有个匹泥的规范 那各位就知道走到出家中的 真的有在执行戒律的道场 他对一个出家中的行住坐卧 一切的饮食衣服卧具 那这是你的思想 思想管不到 就是教理还没有管到之前 行为上是有规范的 就是匹泥 生活的匹泥 那因为律障当中有持饭的方法 就像我们法律是条文 那可能说条文是要让你来判断 犯的话有轻重的相状 或者说 诶 特别的因缘 我开方便 开圆 或者你这个必须遮止 你不能随速你这样的烦恼 你这一犯这话太麻烦了 或者遮止 或者有这个因地上的罪 有果地上的罪 因啊都比较只要你起心动念的部分 那果罪那可能就行为上的一个结果了 都在律障当中有确切的说明 这凯切 就确切的说明 那所以这个匹泥很等同很像 类同我们世间的这种法律法律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们叫门内 其实有一个出家这种叫律师 律师 像我们果青律师 像这本就是果青律师 他的一个编辑的这个开示集 所以律师 他对律就是一个专精的 那其实我们都是教理上的法师 他称不上律师 律师他不但要通达这个律点 然后他对经跟论也有涉略 那最主要他律点是通达 而且他通达之后他公身必行 他自己做得到 所以他有资格去判事 判这个群众 也就是说用此法律来判断此犯 上罚分明 所以叫做教权 其实我们所有的经典也有所谓的教权 那在《经律论》里面的律葬里面呢 你必须要有去诠释律点的人 所以为什么叫匹尼 这个部分就叫做教 那你可以讲清楚一点 他就是在诠释这样的匹尼 诠释教权 诠释这个慈跟犯 开遮慈犯 所以里面讲的这个开遮慈犯 就是在讲匹尼 开圆 遮止 持守 如何持守 饭戒 开遮慈犯 我这边调查一下 你们第一次听律葬的举手 大家耐着点心听 你们能发心听律葬这个要赞叹一下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变化 他就是听了之后就是要求自己 而且他就像禅定一样 他就很规律性的去执行 那你会觉得枯燥乏味 可是单一不断的串洗 这样才能成就 你做很花俏 喜欢听这个听那个 那也随习你了 但是你的定 你的借跟定不容易成就 所以我们都学习任何种学习 你是要会多 借少 定少 那有人借定多 但会少 那也不行 我们就是借定等词 定会等词 那所以不管这个哪个宗派 我们共中的这个 以智慧来引导 可是共同的基础都是借律 不会因为你听其他宗派 就不用管借律的 那也不是你说这个把借定词好 就不用听会学的 都不是 这是必须要定会等词 那大家耐得很兴致听 那所以第二种 施罗 在印度整个本身 那梵语叫做 它的中文本身翻过来 在施罗 希腊 翻语 中文翻过来叫做借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清凉 那这个施罗在定义上就比较广 这个借法能除去我们众生的热闹 所以它是从这个意识上来跟我们讲 借其实你只要持守借 你可以避开不必要的这个障碍跟麻烦 甚至当下能止息你所有的贪嗔痴 当然贪嗔痴不断会出来 可是就不断的持借 你的清凉才不断的出来 自我规范 自我规范 那所以这个它的功用 就就它的功用来翻译说它叫清凉 可它本身的这个真正的翻译的名称 就就它的义理来讲 正式翻译的时候它就是叫借了 清凉是它的功用 它本身施罗本身希腊就是那个借的意思 那所以我们在六度里面叫施罗 它其实就叫借度 布施度 借度 忍入度 为什么叫度 就是说它以透过持戒 能从这样的烦恼境界 转换成清凉安乐的境界 能从此案的轮回 慢慢的跳脱到解脱的世界 从凡夫一路到成佛 这个就是度的意思 所以度你看从刚刚最小的 它从内心转 从烦恼的热恼转到清凉 解脱的境界 那第二个层次比较广 从生死这一边 能借着长久的持戒开智慧 那度到解脱登彼岸 那从最广的定义 从凡夫一路不能少善 跟福德因缘 布施持戒 六七持戒 到后来变成成佛 所以这个度 就是它本身就是 它以戒来度彼岸 从此案度到彼岸 但六度的六度呢 它里面更深层的意义 是它有智慧 所以我说它广 它不是外道的戒 像皮尼啊 乃至这个比较狭隘的戒法 我们还会有共事间很多的戒 你不要认我们就佛教的戒 听主教有没有 听主教有一个礼拜天 他们必须像八观摘戒一样 修女神父啊 那你看那个礼拜五 整个师父常去马来西亚 整个礼拜五下午的时候 整个店家都关门 不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他在持戒 都有戒 那戒都有共通的地方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皮尼都很像 但是以佛教讲的 这个讲的这个 这个戒度 所谓的施罗啊 它里面有智慧 有剥瑞在里面 所以戒度 为什么这戒度到后来 能通达布施度 通达忍入 通达最后整个这个波瑞 因为他本身就是 通达其他五门 就是因为波瑞在引导 所以我们持戒 不共外道戒 从这个地方 这个施罗 它含有这个意思 所以名称 虽然都是叫戒 但是内涵不一样喔 它的深浅 这个霞广不一样 好 那么戒呢 当然 就是警觉的意思啦 就警测我们的身口意 这个不是只有在戒度啦 包括前面的皮尼 也是一样的意思 但这戒有警觉 警测我们的身口意呢 相对面前的这个境界呢 你当下不会投入 而且当你的这个正知正觉呢 觉得这是一个贪然的 造恶的境界的时候 你当下不会投入之外 还会赶快远离 所以三叶是所谨之行 三叶是什么 所以你的戒必须表现在你的身口意 所以戒没有透过身口意来表现的话 那你的戒其实只是一个知识啦 所以三叶是所谨之行 那戒有信的意理 所以的信呢 就是它的本质 我们佛法讲里面讲的信相二帝 佛法有时候讲相三二相 它一定有对立 然后从三二相开转出八万四千的这个现象 所以有相 可是相的共通的那个信 就是以戒律来讲 它其实它的信就是同三 三跟二 从相 从信上来讲就是三跟二 它的本质 戒的本质就是善 我们有人持戒是持二戒的 有人是持善戒的 你说师父 怎么有可能是持这个二戒 有啊 就是我们佛陀有一个典型的那个秀摩罗爵 他因为他累劫有修道 他也有三根 可是他就在释迦牟尼佛刚好成佛的那一期 那他所有的功德都圆满 但他有个支箭 外道的支箭没有破 他那一期刚好 他的外道 世奉的外道是 那个教派那个二知识教他的说 你必须砍满一千个人头 对不对 杀死一千个人 是杀死 手指是砍断 是砍断手指 应该不是杀人 砍断手指 把他串成指慢 手指串成花慢 挂在脖子上 你就升天了 那你看 一个过去很有善根的人 那这一起 因为生邪见家 碰到邪见的这个师长 那整个他的一生就是 就是这样子执行 因为他就相当的执行 奉行没有违背 那最后很多人 因为他这样的行为 大家一听到来都会躲开 所以杀到第999个的时候 没有到人可以砍 因为大家一听到风声 就把他跑了 那结果谁跑不掉 他最亲近的妈妈 那这不得了了 在过去很有善根的人 你即将要犯了五逆十重 要伤害父母了 佛陀明念这个众生 这个弟子曾经跟他有姻缘 所以就在 在要追他妈妈的时候 他显身通 让他一直在后面追追不到 这细节我们不再讲了 就追不到 那这中间发生的故事 他就用这样的 这样的姻缘转换他 那他生恐怖心 大惭愧心 竟然他迷失到 要伤害自己的母亲 为了自己那种 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法 得到的这种 外道 外道见 外道心 那所以后来 当然他当下忏悔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也是在讲这一类的众生 你看他的众生 在遇到佛陀之前 他受的就是恶性戒 因为他众生奉行 没有怀疑 而且执行能彻底 那个叫恶性戒 那你看他众生恶性戒 翻转之后 也跟过去的善根 翻转 那种种的恶性 当下 转 翻转过来 因为每一处都是他 这个发起 忏悔忏悔的 勇猛心的质量 所以他善恶这个戒 通常最后能通 但是你看在过程里面 他还是会伤害到众生 所以佛陀还是要我们断恶修散 你不要去持恶性戒 恶性戒 你若没有碰到大善人 帮你翻转 你翻转不过来的 那现在社会也有 如果我们有常看到一些人物的报导 他杀人到关到疗法的时候 他瞬间的那个转性 那个也是有 当然你说那个为了要避开死刑 念经的那个不算 就是说他真的 就 就曾经有个那个地头老大 他现在转性变成神教牧师的 去辅导有关这个受刑人 也有 因为他过去也是持恶性戒 可到后来那一念清净心转的时候 那他的所谓他有他的信仰的时候 他也是就过去的恶性的经验 那下去教导 因为他有那个东西 所以他能去同理 可他必须要转得过来 所以佛法到后来说讲善而平等 可是说你在过程里面 你若持恶性戒 你有一个伤害众生的因果夜报 你当然最后也能翻转 可是你之前所伤害的那些 不会因为你现在翻转之后 那个就不算了 你现在做好事那些都一笔勾销 不会勾销的 你现在做好事 现在做好事的因缘果报 你过去伤害的持恶性戒 伤害的身口意 身口意伤害的行为 还是有夜报的 所以呢 假如受持善戒 就禁止造作恶法 那佛陀受戒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示范给我们看 那你看你在受恶戒的时候 你的善戒的体性是隐没的 是互相不容纳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初级一般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各位讲 大圣起心论佛性的 这个对善恶的平等 它是容纳一切的善恶 我们不讲那么深 但是这边你先要知道 我们在佛 这个我们亲近佛性里面呢 虽然一时迷 对善恶不清楚 但是你在迷的状况 你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你的佛性 所以当善恶体的气护不相容的时候 你在迷的状态 你取了这个恶 善就隐没了 当你善一显发 恶就开始慢慢的消消消消消 就势力就开始破坏了 这个就是我师父上次在讲的 这个侍正情的原理 侍正情看起来是四个 可是它就是那种 我们讲的那句 这个道消魔掌 就是这个道理 你善一没了 那个恶就增上了 所以侍正情那个我 你的我就是一个善恶的集合体 因缘合合体 所以你当你累结的善恶体 在这一生的时候 当禁戒一现前 要引动你的善恶 所有的善恶种子 要互助行为之前 持戒 我们要赶快把你的善 跟善 跟佛性相应的这个戒体 要赶快启动 那赶快受戒 那你就可以开始防飞子恶了 就开始在你这一生操作 以生恶赶快断除 那断除不是说断的一干二经 那叫断除 我上次有解释过 那个断相续心 因为你累结造恶太习惯了 你的一个恶的念头 一句话出来 一个行为出来 恶的念头之快 那现在既然这个善的这个念头 这个戒体出来了 出来了 那么这个 这个恶相续 想要继续这样造恶的念头 就止息了 止息的当下 那过去有善的那个种子 就这个地方就穿出来了 恶的止息当下 善就穿出来了 那这样子还不够喔 你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对于有可能再把 没有生起来的恶的部分 要赶快去守护着 不去接触 不去想 不去动作 那对于 你现在善一算你生起来 那怕后继无力 因为我们善要相续嘛 我现在断了恶的相续啊 所以卫生恶 就是要不要再让它相续起来 但是以生善起来 你要给它相续啊 一个不要相续 一个要相续啊 那那个未生善 就是我们现在 各位今天未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戒 只是知道一个概念 所以来 这是以生善 但以生善不能保久你到 一辈子到后来 包括等下整个离开教室 之后回去到 一个礼拜其他六天 你要面对的 都是过去的习性啊 你的善恶不定啊 那所以 还没有开发出来善的宗旨 要赶快借这个地方 令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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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令它增长 所以以生善要令它增长 那令它增长 就从未生善里面去下手 你哪边缺 佛法就是一个缘起法 缘缺呢 永远就不会成就 你上辈子缺 这辈子缺 未来是缺 它不会凭空而有 那所以这辈子的种种努力 都是今生所做 未来所受啊 所以这样的基本的证件一定要有 佛法讲的三十二重 你现在所做的 你现在过不去的 都跟这个过去有关系 都会牵动到未来 所以你现在所受是过去的 你就好好的去观察 那你现在这样的受 要不要延续到未来 那就用这样的善恶的智慧来判断 那你即将影响你的所做 那你未来那个受的那个你啊 就会是一个往善的地方引导 好讲到这边 各位应该要慢慢知道佛教的这个意思 所以接近上讲的如来啊 诸佛 乃至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示范 如来立境界 半月半月说 所以佛陀他已经持戒圆满了 但是他还是借着他带领僧团 看到这个僧团里面 有犯戒 那他就随犯随制了 那制出来的这个戒法 就半月半月说 乃至不请自说的这个 这个传这个菩萨戒 也是半月半月说 所以受了佛界 我们就应当要止息一切恶法 要行一切善法 所以成佛这条路是不分在家出家的了 当然 如果你今天还在门外 那就不跟你谈这个 我们就是培养你基本的这个 伦理道德 基本的善恶观念 因为那个也是戒的前行 那如果来到我们讲要走解脱之道 走这菩萨道最后成佛 你要知道 我们都必须要 舍恶向善 舍凡去胜 那这个是包括摘家众跟出家众的 那戒法里面 摘家出家的戒就不一样了 那底下我们看第三种 波罗提木叉 我们解脱 解脱 就是我们这个波罗提木叉 的一个翻译过来的意思 而且它解脱 是你做到一条圆满 彻底的做到 那你这一类的 因为戒是对应到烦恼 所以它叫解脱 那你这一类戒做好 那这一类的烦恼就不会再影响你了 这叫解脱 所以别别解脱 所以我们是别别解脱 不是一死就解脱 很多事件人就是电影在乱演 看到人家死就讲一句 他终于解脱了 并没有 那个人并没有解脱 他的烦恼没有处理 怎么有解脱呢 所以死就不代表全部解脱 别别解脱 就叫你做了一条 对峙的那一类烦恼 那一类烦恼你不会再过不去了 那个才叫解脱 所以 有时候看到这样的电视剧 我们就可以笑一笑 所以你们又要用对 所以你们听他讲说 我解脱了 当然这有时候是开玩笑 考完试了 没有试的 我解脱了 那个叫逃开了 这个不叫解脱了 所以处处解脱 就是当你一条一条的这种 对峙烦恼的这样的一个戒 都持守了清 所以那持守就是用智慧去 去解决你的烦恼 那戒那只是防飞止恶意 真正持戒 是后面那个智慧在帮你超越的 所以戒属于因形 我们在持戒 就是在因地上 我们佛法都还是讲因缘果报 所以这个 你没有这个因 那付诸行为 那你后面怎么会有得到解脱的果报呢 所以人家苦疾灭道 道次第就是因 就是离开烦恼的因 那得到后来整个生命的平静 我们叫涅槃就是果 那必定能够获得解脱了 有因形 必能达到这个果德 因果因果 那我们的很多的行为 最后能转换成德 所以我们讲德高万众 德高万众的世间的长者 一定是从他的行为 身口意行为里面去累积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老人家 你不要看他新闻 其实也是很难过 为了一个博外座那边炒翻天 其实长者有 他是一个在行为上有德 我想还不至于说年轻人不让座 但不是要用讨的啦 你看有些人在凶这个年轻人 你应该起来啊 这个我觉得 那种敬老尊贤的这个 不是用讨的 不是用讨的 那一定是要从这个 我们讲的阴行 阴行里面 那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 也是一直在变啦 一直在变啦 所以各位德高万众的各位 自己就看着班 把自己做好啦 这个外在的贡业 其实也不是谁行程的 都是我们交出来的啊 你要怪政府吗 怪学校吗 政府学校都不是我们行程的嘛 那你说不是啊 我投票没有给这样不是 甚至你讲你没有投票 你没有投哪一党不是啊 你只要一个沉默 你只要不表达善 包括你看你社区里面的这个投票 很多人都不参与啦 就整个国安委会就让这个黑道把持 有心人事在玩弄 那因为我们善在隐忍啊 那是谁在形成这个现象 不是我们嘛 所以善越怯懦的时候 恶就增上了啦 所以有时候坚持自己在行为上做得好 可是变成对大众的事情 是漠不关心的时候 这个就是恶德开始的 好 那么这个 这里面他特别讲到有关 这个解脱的远跟近的意思 那近解脱跟远解脱 那近解脱呢 比如我们出家众 叫比丘跟比丘尼 那比丘250条戒 比丘尼340条戒 那 以居士 再加居士 又有五戒 八观摘戒 那这个都是坡罗提慕叉的戒 乃至未来各位受学菩萨戒 有六重二十八轻 十重四十八轻 与且十重四十三轻 都能一条条的去奉行解脱 那那个十条重戒的部分 就一条条的 这个 获得清净了 那全部持全部解脱 那近就在讲这里 你不会被你的业力所束缚 就是我们讲三四二重 你现在不再过去造的 你现在所受的 你要造单全收的 你不了 因为你现在持戒 你不会随顺你的感受感官 那种情绪 那种 就我们讲的 你的受想 就不是那广告讲的 那个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句话我就忘记了 只要我喜欢 我们是同一个年纪的 这个广告 不是 你不再是以喜欢不喜欢 来这个判断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不会被业力所束缚 不管是自己的业力 你也不会被你过去习性的业力 所以自己的业力 过去习性的业力 还有外在的业力 外在就是很多人 共同的那种 相同的那种习性毛病 你不会再被外在迷惑 也不会再被自己的习性所牵引 所以这个就是解脱的相貌 你有自主能力 你不会在那个贪嗔痴的 那个情境里面 绕不出来 一直在绕 所以能做到 那我们的未来讲戒的时候 未来时间还长 现在不急着讲 这个各位听戒要发四年 四年的心情 那里面一条一条讲的时候 它对质到哪一类的这个起性动念 哪这个行为 我们会从行为一路讲起 那讲到心的起性动念 那这个就是别别解脱界了 所以或者以三夜 三夜就是身口意来说 我们身体不照作杀到淫妄这些 那你的深夜当下你就这一期就不会去跟这些东西碰触在一块 那你这一类的烦恼就暂时得解脱 能不能持续得解脱就一直到你 像五界就一直到死嘛 对不对 那菩萨界就要生生世世世要去测世啊 但五界是基础的 我这一期不犯 到这一期圆满 我到死那一刻呢 我心都非常的笃定 我下一期的人生不会太差 你这一期做得很好 我刚刚为什么要举那小朋友的意思 就是那个你们来看 那个不需要用多高深的佛理来讲 你从小朋友身上 你就会得到一个肯定 因为有的别别这样教 有的人教不懂 那你就知道 从果去推一下 寻因推果 就是你这个都跟自己的 过去的持戒有关系 持戒有关系 所以你只要做好 都不是为别人做 为别人做是因为基于 慈悲心 饶育友情 所以不要去侵犯别人那种持戒 可是为自己是因为 未来的这个修道的资良 你要感得好的人生果报 再继续修行 你必然要这样做 虽然这是有所求心 但这种求是正求啊 佛法讲无所求是 到后面你的心态上 可是你现在过程的努力 无所求你哪有目标 所以也不要滥用 无所求那个字啊 无所求到后来 我们再讲义理的时候 我们会再多 在这方面去讲 因为求这是一种苦 但是我现在在努力设定目标 这是一种正向的动力 趋于解脱的路径 必要的手段 这个求就是正求啊 因为你这种求不是 就是顺着贪生痴在求啊 是刚好相反 我要去贪生痴 而求要这样子做 不是吗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 顺向解脱 顺向真如 而发心的慈戒 就是在讲这样的求 所以口不造作妄言其语 二口两舌 那口业就得解脱啊 这个就禁啊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你骂人一句 别人就赏你一拳啊 所以你一个臭脸 别人就给你一个冷豆腐啊 你给我臭豆腐 我给你冷豆腐 那所以这个就以这个当下的因果关系来讲 这个就禁嘛 所以我们佛子行就是说 众生是不喜欢听恶言出语 跟那种损人 不利他的那种语言的 所以从你会讲柔和语 和真语 这个爱语 鼓励的语言之前 你要先做到 我不先恶口嘛 不两舌嘛 不其余嘛 先止恶再修缠 不是说专励 我不要说就好了 后面还要修缠 这句话怎么讲 这句话怎么启发人家信心 这句话怎么把 斗争的两边 把它尽量缩到最小 你不要变成在里面 又变成是非人 所以太多可以学 太多可以学 如果你相信这个人间的净土 是透过美好的言行跟行为 从这念心去车动的 可以创立的话 那这个才是 你有相信这件事情 才是佛子 佛子 没有那么消极的 所以他从自己持戒 到后来整个修缮 断恶修缮 这里面 一定有利己跟利他的发心 好 那么我们的异业 如果不去跟我们的异业 就念头了 佛法讲的这个 这个身口意 这个异业 行为上不去造作那些 不好的这个行为跟言语 那念头不起贪嗔痴 这这样的烦恼 因为所有的身跟口的那些不好的造作 都跟异业有关系 所以身口意里面 虽然我们持戒 一开始规范 身跟口 身体不要怎么样 杀到淫妄 口不要 妄言其欲 二口两神 那这个不要不要的 就是 我们现在讲不要不要的那个很奇怪 我说这个 这个 那个不要不要的是一个字吗 不要 那 对 那是现代的字 我们现在讲的不要 怎样 要你不可以怎么样 那个就持身口的戒 但是这个 最后 你真的要能 从身跟口要清静 去从那异业去观察 你贪嗔痴的念头去观察 开始从那个地方去观察 那你 那个地方是最难 持戒的 因为我们的念头充满叹生 是一个起心动念 都是这些 所以你的心要够细够敏锐 我们一路从身跟口的这个持戒 最后到异业的持戒 那所以我们先从粗到细吧 从粗到细 那我们 身口意都清静了 就处处解脱了 所以我们身口意 整个侧发这个身 身跟口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意就是我们六根里面的心理的意念 对着这个外境六层的色身相会触法 这一切的境界 六层就是归纳成色身相会触法 对应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这个就我们持戒 那有上过师父的这些老学长都知道 师父未来会大量的会用五蕴身心 六根六层的沉静 他会讲十戒的原理 那现前先不讲 我们现前先讲这个大的方向 那么这是净解脱 那后面的这个文字你们自己看 那原解脱是就这个未来 我们可以从此岸到彼岸 从凡夫到这个成佛 所以这边希望未来能够断除霍业成就圣位 这个叫原解脱 所谓的远不是都从静开始的吗 所谓的你能成就远 就一定从你眼前的静开始 所以从长远来看 你必须要有知道 我未来获得这个大的殊胜的果报 你要先起这样的信心跟意乐心 远来看先启动你的信心跟意乐心 从静来看你就会发起这个勇猛心 常愧心跟种种的要持戒的心都会出来了 所以长远呢 所以我们也讲过了 三四二重的这种生命现象 都从这一念的生灭开始嘛 所以佛法最后为什么常常会讲到当下 那持戒到后来也会讲到当下呀 那所以第十四页后面这边 远跟近这边你们看一下 我们下一堂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堂就开始进入到绿的四种意义了 这个 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秉二 绿的四种意义了 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戒法 戒体 戒行 跟戒相 我们不用特别说名词就念戒恨 像师父喜欢念大行普贤菩萨 我就不太会刻意去念大恨普贤菩萨 因为我 我不知道啦 我现在查这个 诸音符号里面破音字 那个行没有找到恨这个字 因为那是过去祖师大德在内地里面 他的口音 就像我们念 那边现在念阿弥陀佛 他念阿弥陀佛 那如果有一个阿字 他可能就把它念成那个阿了 那所以这个戒行 这边有行跟行 那我这边还有信 也有可能就念信 但是我们就是念戒行 那所以 长久有很多大德法师念戒恨戒恨 那没有关系 那就以这堂课 是不是会用戒行来去念 所以戒法戒提戒行戒相 那我们一一来看这个地方 那支持戒呢 就是祖师大德在绿点里面 注记 在细说这个 我们所有的这个绿点 的一个 一个著作 就是灵芝大师 灵芝律师 他解 那在解释形式操 所以这个解释形式操的这个部分 就支持戒 那行式操呢 又是在解这个教法的 那圣人至教明法 所以我们这样法 所以同样一个中国字这个法 但是你看它用在不同的地方 它的广义狭义都不一样 所以这边特别讲 我们现在绿点里面讲的 那个绿法绿法这个法 就必须定义在圣人至教的 这个叫做法 跟我们在修学教理们 在讲一切法 就是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个法的定义又不一样 那个法就一切元其法 一切世界存在的那个法 那定义 跟这边讲的 针对圣人至教 他的至 至教的这个部分叫做法 所以在形式操里面 就解释了 如果对着法 所谓对着法 就是法的对应处 这个法它的用 它的功能作用 它的对应 它不是局限凡夫跟圣人 那直接说明这种法 能够这个 规范成就 出离的圣道 必须要使这个受戒的人 了知这一种戒法 所以这个戒法呢 就是我们讲的圣法 第二个是戒体 那戒体呢 在这边解释是 纳法成业 那么昨天也在讲这个纳 如果没有领纳信 就它的业就不动啊 所以你无法作业作业 这作业就是我们小学生 你作业做了没有 你没有办法去执行 作业 无作业性 那这个叫做戒体 因为我们的身心世界 就是射受想形式 分成五大类 那射法 五蕴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射法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声 它连到我们的心法 所以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 那身 就射法 就代表身心世界 它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声 又把射法分成五大类 眼耳鼻舌声 那当然不是只有五大类 因为这里面其实严格来讲 都是生根 眼睛耳朵 就以现在医学名字来讲 这个就叫身体 那身体就是 包括你的这个 细分的头部 手 颈 胸 然后这个腿 那脸部里面就具足了 眼耳鼻舌 你有四个重要的这个射法 就在脸部上 那你的生根是片全身 那这些生根的射法 它必须有心的策动 心法的策动 你内心世界 你认识世界 你外面的生根 你的射法就是一个 我们讲的硬体界面好了 那你内部就是一个像你的记忆体 你内在的软体的部分 心 那无欲你的心法里面有哪几个 初分有哪几个 身心世界 你的心法里面有哪几个 受想形式 就指你的心法 你的内心世界 那就是受想形式 那这些东西呢 不是五个刻度这么明显 它是交融在一起 那它有时候是整个顺序的跑 跑动是这样 你的射法 对应到外面的沉浸 所以五蕴的射身相位出发 那射不是颜色 射就是 直爱 物质性 所以你这些物质性的东西 那眼根 你的射法的眼根 对应到外面的 所以你看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了 我五蕴的射法 跟我们射身相位出那个射法 这个两个射都在讲物质啊 所以五蕴的射 跟外面的射身相位出的那个 尘 那个灰尘的尘 沉浸 外面的六尘 那个射法 眼根 就是关门在攀岩射法的 所以你也是个射 你也是个射 只说射法各有名称 那射法我们就在里面开始安立名相 本来射法只是射法 但是现在安立名相之后 就是我们形同共同的语言机制 这个叫老人 这个叫年轻人 这个叫 这一堆叫男人 那边叫女人 那男人里面又分成老人 这个中年人 年轻人 女人一样老人 中年年轻人 那在这个老中期里面又分 好看的不好看的 好看的不好看的 再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个性是什么 分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是射法 所以眼睛 本来射法只是各自平等存在 但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名言概念 你现在叫得出来 立刻反应 你看 有现在很多人 一看到人家长得这样子 就笑 看他做这个行为 就贴标签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 心理的状态里面 用眼睛着色的时候 就安利种种的概念 那个就是 受跟想 喜欢的 你就贴一个 我们共同来贴一个标签 那不喜欢的 我们共同来贴一个标签 所谓的美 所谓的丑 我们都定义出来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观察仔细 有没有绝对的美丑 跟绝对的标签化的那个东西 那都是因为 我们在一个因缘时节 共同去标签出来的东西 那随着自己的感受 喜欢不喜欢 顺我意不顺我意 那个受 那借着色法 你的色 眼跟圆色 外面的这些色法 这些都是色法 耳朵 蚊 身 是不是色身 身也是色法 身为什么是色法 因为它是坡啊 那也是色法 那只是说他比这个色法 他更能穿透 他没有止碍性 色法有 色法这两个碰在一起 就碰在一起了 还会发出声音 那身他是坡 他也是色法 不过他现在定一个名字叫生 那鼻子这个色法 我们五蕴里面的 那个色法的鼻子怎么样 对应到 嗅觉就是香 外面的沉浸 就是所谓的粒子 所以粒子其实也是 那个也是 也是 粒子那些也是坡洞的 它也是色法 可是它 因为它只跟鼻子相应 所以这样沉浸 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个香 为什么不定义它叫做 那个色身香味出法的色 因为眼睛看不到味道 所以眼睛 这个就是因缘和合的 佛头讲的就是说 我们将目前像人的世界里面 色法 我们对应的东西 鼻根耳根 然后舌根对应到的处 味觉 深根的处 冷热细滑粗糙 各方面 所以你的这个色法里面 开展出了整个各个媒介 这个媒介要去接触外面的媒介的时候 你的六根门头呢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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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 对内对外的一个界面 一个界面 但整个有意义 这个东西你叫得出来 你有感觉 你有想法 那瘦就是这种感觉 喜欢不喜欢 乃至没感觉 这个就是瘦 苦瘦乐瘦 不苦不乐瘦 那后面 多多的想 一路就从你 出生的那一刻 就一直被灌输这个概念了 你的认识的世界是这样来的 贴标签 推出来的 那色受想 那最后你的 这一期在跟自己在运作 在不断的操作 不断的确认 或不断的否定 不管是确认还是否定 肯定还是否定 那个行运 就在加注 不断的在跑 就在肯定 当我 就变成一个牢不可破的 这个东西 当我说 这个是白色的 你们相信吗 不会了 因为你们已经建立完成了 因为从小到大 一直被告诉你 这是黑色的 那实际上它什么色 它真的是黑色吗 苍蝇蚁蚁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没有变 这个东西没有变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是在光的一切折射 跟你的眼球的暴体结构不一样 所以每个众生暴体不一样 今天可能有办法看到这个颜色 可是看到这两个颜色 看得到吗 基本上它是没有太大的反应的 还有虫的这个复合体的世界 它所见跟我们所见 不见得是一样的 那这个 我们经过几百年的世界交流 所以发现 原来美国人 他们叫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是互相的沟通之后 他叫我们的黑就是你们的black 然后法语的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人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定义 因为分别心很强 定义出来之后 那还能沟通 还能融合 整理 那东西他其实没有 他的受想形式很直觉 他也没在贴标签的 他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什么 他直接就是反应了 然后他的这个世界 当然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那讲到这边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那 我想讲到 刚刚讲到这个心理的运作 因为你如果没有纳 你没有领受 一切外面的情况 外在的事项 你没有领纳 你没有感受 你没有 开始有一些思维想法 你心中没有建立这样的相貌 那戒体不能成 我意思是说 你像刚刚讲的意思说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来佛门里面 外国人看到这个 他只是觉得 这可能是个雕塑品 他有没有佛像的概念 有没有 这尊是什么 观音是吗 佛陀 释迦摩尼佛 他有没有那个概念 没有 你刚刚讲 这是释迦摩尼佛 他也只能 哦 那个是什么 他会一再追温下去 对 所以 你纳里面 你第一次要先看到 要接受这个 然后接受这个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你要能纳 能受 那这样戒体才会成 戒体才会成 那所以包括他们西方的受洗 也必须要有领纳 要不然在受洗里面 他解释 会变成一个仪式 他没有办法建立 他跟上帝之间信仰 那所有宗教的信 都从这个地方开始要启动 所以这个戒体一样 领纳戒法 成就 什么 无作业性 这无作业性呢 就是说 呃 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探讨 那这个地方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佛所功能肯定的 你本来都具有这些特质 你可以括号 你本来具有佛性 他本来不失的 那你在 像我刚刚讲的 子曼外道 就摩羊 就那 羊绝摩佗 他整个堕入到那个二戒的状态 但他具有佛性 当他亲近显发的时候 那他就会再往上的地方走 你不用刻意去外求 所以无作戒之子 你不用作意去外求 你不用特别作意想要去追求 当你一念觉 一念觉出来的时候 有无作业性就会显发 那这个戒体 这个戒体就是无作业性 它无作业就是说 它不是从因缘里面 我们讲的因果造作 它不是用因果造作 是我们要透过因缘法去启动它 没错 但是这个戒体呢 它是无造作性的 不能说你今天比较努力 你的戒体就比较强 并不是这样 或者你今天落入凡人 你戒体就不见了 四圣人的戒体就有 不会 它不会变成有跟无 它只有遮跟显这件事情 那么繁复里面戒体会不 没有被察觉 是因为我们都把它覆盖了 这个戒体是无作业性 它不是你世间讲的 这个在因果生灭里面 有无的那个生灭状态 它本质具足 无作业性 虽然无作业性 那后面呢 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现在身心里面呢 去让它启动 那你就必须有种种的因缘 让它显发 所以无作业性 我们佛法讲的 义理 空性它不是另外去追寻的 另外去造作的 空性它本身不需要造作 它就是从缘起法里面的生灭 上次讲缘起法的生灭 去体现空性 如果这个义理你听懂 你就知道 那我从受戒种种仪轨里面 然后从这个发愿的过程里面 会把戒体唤醒 那个义理是一样的 有没有连结起来 上次讲空性跟这个缘起的时候 空性跟缘起的时候 那所以空性不是外求 不是别例一个空性 它就是在无常法因缘里面的变化 看到无常 它的本质 性空 那这样智慧去观察 就是我们的波瑞智慧 所以空性必须要从缘起里面去显发 那这个戒体 一样它不是外求 你戒体本质具足 可是本质具足 它也不是空空洞洞 它必须藉由诸多的缘起而能显发 而它本身却是像空性一样 它不生灭的 那生灭的这个慈戒 所谓的善恶 种种呢 这些在戒相上 那就是缘起 可它不离开缘起 可它不会被缘起所染污 那形式超解释这个戒体呢 我们讲戒体既然跟 我刚事物已经批评到说 它的意理跟空性 跟虚空一样广大的时候 那底下这边你就看得懂了 这个戒体呢 你的戒体 当我们要三规五戒的时候 不管你说哪一种戒 一开始就要把戒体做到 这一念 本具如来的清净得相 一定要让它显发 你不要那时候说 我是小小的凡夫一个 没有 你当下发心的时候 你就是当下与佛无二无别 这个观念一定要出来 这时候摒弃所有的四圣六凡的 那种差别性 因为四圣六法是从缘起 就要慢慢修来的 但是修功累得 看到四圣六凡 可是它们共同的戒体 无二无别 都是广大广泛的 我们讲的佛头早就跟我们授记了 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个佛性 那既然这个戒体是从佛性裡面 开展出来的 那你必须现在就要建立一个正知正见 跟信仰 你跟佛一样的广大无边 只是目前不显 没有彰显 那佛是以臣之佛 我是未臣之佛 这个意理一定要先建立 一定要先建立 所以既然这个戒体 是从这个佛性裡面开始开展 它就如同十法界 寒瓜十法界 十法界是哪十法界 四种圣人 六种凡夫 那四圣六凡 就在这一念心裡面转 所以你这一念心就具有四圣六凡了 所以你有时候处在菩萨的境界 那有时候这个 尤其等一下书买点下课 找到你没吃饭的人 你就变恶鬼到境界了 法也听不下去了 整个就是一直心心念念 就是顾着肚子饿的那个绝寿 那有时候呢 你就是慈眉善目的菩萨 可是有时候呢 碰到你的冤心在主 你就变成阿修罗了 所以你也不用真正到那十种境界的世界 你要能去就是因为你这一念心都具足在十法界 你一直在操作那个区块 那你就会为了往那个地方的地处去了 所以我们常听到说 你这个风流鬼 你这个毒鬼 你这个什么鬼 酒鬼 为什么用鬼来形容 你知道那个三恶道裡面的恶鬼畜生 地狱恶鬼畜生 那个恶鬼 是什么状态吗 他就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 东西吃不到 一直在那边求 那你看人 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成分了 当你展现出来的时候 你未来 你一生里面都在操作这个 你未来就往那边去 就我们这样讲酒鬼 他有酒饮 他不能自拔 他有毒饮 不能自拔 所以我们讲这个鬼吧 还有你看 我就搞不定现在新闻在偷拍 不知道有什么好拍的 你看他已经快变成那个色鬼 他不知道 就他做那个动作 他做那个动作 其实在一个不知道的状况 那个到底那个可以兴奋到哪 什么 我其实就我们看来 我觉得那是怎么状况 但是他就在里面绕 特别贪恋这个 那个就是鬼的境界 就是你看 我们在看世间人在形容每一类的鬼 他就是已经在人的状态 他心的死法界 就是跟鬼道相应 他就未来死 他的念头就这样转 他就往内一类的鬼道去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以后碰到亲人或朋友往生的时候 你不要老是跟人现在殡葬业在走 就把他安立成他是鬼道 你要变成鬼还没那么容易 人的习性还是会往人的地方走 所以不要把中阴身等同于鬼道 鬼道就是说你同一个境界 那边流转不出来 那个才是鬼道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 在处理生死的时候 都把亲人设定成鬼道 在超度 那其实很多的摆设是为王者 跟一些 有时候上司的时候 那些鬼道的习性 会往一个地处去找 去解极 是为他们在做功德 不是亲人本身落入鬼道 这个观念要弄清楚 我们就有中阴身的状态 那是学佛 尽量也连中阴身都不要 就在七天内 乃至在念佛48小时内 你内心的善乐就要决定了 不要等到中阴身 等下做法会来超度 我们现在就在超度自己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超度你每个念头 往善的地方 往善的地方 生命 整个生命最后那一章 生命最后一章 要盖竿定论的时候 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章节 每一个细条 这样串起来 都在生活处每一个念头 生命是从生活里面累积的 那生活每个累积 就是你每一天生活里面每个念头累积的 那你的心已经有这样的智慧 就代表我现在虽然跟外面一样吃饭 睡觉 喝茶 聊天 遊玩 工作 但是我内心这个觉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有这份的智慧在观察了 所以你看起来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所以死法界的沉沙呢 就说在我们这一心都具足死法界 所以当我这一体一起来的时候 我把这死法界带向佛法界 带向四圣的境界 所以你看我们一心归命何时 这何时其实有从表法去把死法界合于一心 而这一念心就是觉 而这一念觉同于佛 所以合掌现在知道了 你们过来合掌不要只是做动作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闺蜜十方 闺蜜一心 同理大众是这样 你不要去同理谁 就同理这一念死法界 来来去去的心 那把这一念心何时在胸前 就代表你这一念觉 放下种种的那种妄想纷飞 贪嗔痴 那跟佛菩萨圆觉身闻以上的相应 那他最后那个一 何时为一 就是跟佛相应 你此心跟佛心同等同合 那所以你这样的心起造之后的发的愿 那戒体才会跟得出来 你的戒体就是这样的成分才对 所以我们这一念心里面 戒体其实是广大的 已经具足失法界 所以我们受戒要怎么样得到戒体 就是好好观想 你这一念心 骗死法界 那你现在看不懂 是因为诸多的烦恼障碍 把你认为你的世界就是这一个身心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狭隘的人生观 那所以当学佛的时候 你的心 知道你心本具死法界 你未来会开通你的知见 你的整个世界可以广大 那就从这一年的发心开始出来 才能后面才慢慢去修学 所以发心很重要 不要处处讲自己不行 先看到自己的佛性 你能肯定这件事情 那修道才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这个 使法界如成沙 如成四沙 就是跟成沙一样 那真属恶地 所谓的佛法其实不落于 所以我们讲真属恶地又是一个名词 就上次 所以为什么急者要在上面讲 缘起星空那个道理 因为还是不落于那个一时相 我们这一念心 其实没有对立真属的 空性有缘起 它本身就是缘起 缘起 不离空性 那空性要从于缘起 从缘起中能正见空性 空性中能开展缘起 这个一时相 就是我们讲的真跟属 真就是跟空相应的 俞就是缘起的世俞缘起 但是真属 我们现在就看不清楚 以为它是两个 那事实上 于这一心呢 它是一个一时相 一时相 那我们现在未证 所以我们的心会妄想 在这个俞地里面去攀缘 那真地就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真属真属呢 我们都在俞地里面造作 就在缘起里面看到生命 而那真的真地 那地就真理 没有看到 那俞为什么要讲地 你看世间很多的因果法则 是清清楚楚的 不管你有没有学佛 尤其科学家 这些天文学家看俞地 他们在研究他们的那个 专业的时候 他们的地官很强 就是他那个前后关系 他整理得很清楚 那个就是俞地 所以世间很多的专业人士 俞地很强 可是他后面 有没有真地的思想 不见得有 就是说这俞地里面 共同一个空观的知见 不见得有 所以要用自己邀约其限之心 邀约其限说 我发一个愿 我不空过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难得到人生 刚刚是不是分析那些说 你人才有这种分别力 才有办法判断分析归纳 虽然这种种的分析归纳 会跟贪嗔痴相应 会变成烦恼 可是当你舍下烦恼 你还是用这些分析归纳 去造善去利益众生的时候 那个就是所谓的菩萨的性格 所以你还是希望用一起的生命 希望这一期我能把自己进化完成 所以那邀旗之心就是 我们讲的 我们的性格要有一种 你要能懂得定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那这一期就是我们修学佛道的短期目标 那这一期一定要把这个基本的五戒 这个菩萨戒给受学起来 至少基本的五戒要受学 那底下这个一开始要讲的 你第一个发愿要约其限之心 就是我希望这一期的生命 我要好好的对我这个身心 做一个规范 做一个修炼 所以要发心 所以第一个 所以要讲戒体 我刚刚修正一下 第一个那戒体要孵出来 我本具如来的本性功德 那这个本性功德 我必须透过戒体的显发 开始来修行 那这一期生命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第二个是邀旗限之心 你发愿 你必须发愿 拿到邀旗限之心 那第三个后面就是种种的施策方便 虽然你本具 但是你本具的这些东西 要从缘起里面去把它造作出来 去让它显现出来 它本具啊 但是你不做这些事情 它显现不出来 所以底下讲的身体礼拜 佛要去请师 恳切的请师父为我们传戒 一夜来观想 诸佛菩萨来临道场 给我们做功德证明 那善于清净这一念心啊 不要随便打妄想 在这当中就一心一意的 观想三宝 观想在清净戒法 所以当中 这个过程要很专注的意思 所以讲这一段就是从前面的 正确的信心的建立 到发愿邀奇之受戒之心 那后面整个在进行的过程 从口业 声业 意业 来做种种清净的观想 将它合合起来呢 才能有一个真正的 一个善的戒体 那所以这中间整个发誓愿力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你必须发起 愿断一切二 无二不断 愿修一切善 无善不修 适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 而不得度 就不舍众生 那这个三个誓言发出来的时候呢 而求未来 你都能安住在这件事情上 当下那整个受戒的仪轨呢 你就必须要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念头 这样的念头要很强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跟佛 佛心整个从凡夫到成佛 他的功德 就从这三件事情里面出来的 那菩萨界里面 这样的一个戒 从这样的愿到慈戒 这样的发愿 后来出来的戒 就叫做三聚禁戒 但是你看我们在五戒的时候 就各位盖地基了 为什么这地基很重要 因为一开始就是要设定自己 与佛无二无别的 所以在受五戒的时候 就是在安立菩提心了 菩提心的相貌就是这三件事情 是诸佛成佛的一切的根本 从这边开始 那后面整个这个观想的部分 这边不细讲 是因为我们在受戒的时候 这边会在讲 所以你们先看一下 这是在帮助各位先熟悉 先熟悉 所以你们这个地方 你们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讨论 就是我们虽然一开始三规五戒 是要以不杀人 不偷盗 不邪淫 这个为主 但是这里面的发心你看 我们可以持戒不杀身 是对死法界的一切友情 都不杀害 一切的蠢动寒灵 都要去不去故意杀害 所以虽然我们持戒是以杀人 不杀人为主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先把一切众生都纳进来 不是只有单单人类而已 那至于后面做得到做不到 那我们会透过学界的过程 才会去要求 所以五戒的时候 都没有刻意去要求 大家一定要去做到那么细 但是发心上是已经开始了 那因为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常常真的 平等心没有出来 因为对人 有没有各位发现 这真的是我们的习气 师父从没有出家之前 我这辈子也很重视修持新冠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期 看到我自己的行为 我都觉得恐怖异常 小时候啦 现在当然看到你们 看到假象是 慈眉善目的样子 小时候思维长得不难看 但是那个行为 就是说在过程里面 你对人是有感觉的 你对父母对兄弟姐妹对很重要 你都不会去伤害 但是对那个蚂蚁真的是 还有对那个蝴蝶 师父在想起来 再讲一次就非常恐怖 就是很整的啦 手很整的 然后那个东西就说 那个动物在你看来 它就是动物 因为被教导它是动物 那有没有从小 我们的环境里面 没有告诉我们 要爱护动物 爱护昆虫 要生命平等 没有 就是那个 看到一群蚂蚁在那边 我们就很好奇 因为一群蚂蚁碰到火 会怎么办 就啫 那个印象我都还记得 但是当下 这时候没有觉得怎样啦 现在在看 说 为什么那时候 我們没有慈悲心 所以显然 那个东西 就是在过去修学过程 其实我们 对人 可以有痴迷 可是对动物 永遠覺得牠是動物 因為牠被我們低下 這個很重要 不知道為什麼喜歡虐嬰、虐童 開始慢慢從虐小動物開始 虐那個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沒有反抗能力 就是那種不平等性 你看那個虐童的人 他不敢去打大人 打他比較快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那個欺負不得 所以他一個比較小的 比較弱小的那種生命 不種尊重 那現在實物就知道 既然我過去有這樣的習性 那現在就是好好的把眼睛打開 我也不會刻意說 啊過去造罪 我去買一堆魚跟鳥來放 我也不會 但是因為我就從生活去做起 因為你生活中碰到的這個 所以這個跟我受戒、舞戒的時候 都還沒有這個感覺 只要殺人 但是後來在菩薩界的時候 慢慢做得到的時候 我在走路的時候 盡量會走輕 盡量專心走路 念佛、專心走路 那看到馬 就是不會像過去走路 只是走路在那邊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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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不是走路 你腳下會放輕 會關照 你就會刻意看到就會繞開 但是有時候在不敢的情況 還看到那些蟲蟻在過馬路 有一種蟲叫馬路 他在過的時候 那你有時間 你就幫他撥一下 你沒時間就繞開他 因為你如果一路他要救 你救不完 你永遠到不了你的目的地 你不會刻意再去 把他弄到危險的地方 也不會做這個動作 但你會繞開他 所以你多了一份互念的心出來了 那是從生活在那邊點滴 去補足我這一期的種種的那個 前期的那種惡行惡狀 所以你看我們隔音之迷是有的 我沒把握說下一期再來的時候 我看到蟲蟻又有那種習性現前 又想一把我把它燒掉 不知道 但至少現前 我們現在用散法在 在互念 可是我現在就很欣賞 一些小孩子都好互生喔 就是從小到大他很想看 養小毛毛蟲 那自己種化讓他那邊成長 那看他成長長大很高興那放飛 那像小孩子心多柔軟啊 那就我看我們就缺啦 我們小孩子好皮喔 再聽下去再講你會敢聽嗎 師父那也沒有人教的 就以前抓 英雄活在鄉下沒得玩 抓兩隻蜻蜓給他們互咬 我發現了一個狀況 蜻蜓竟然會吃自己的同伴 蜻蜓兩隻吃他的尾巴 吃完他再吃 他已經沒尾巴了喔 他就繼續在吃他的尾巴 然後放飛 我現在想著就恐怖 但是你還沒有人教 那這個就是習性 這個習性 就你在慈悲觀上面 你對生命的平等跟互念呢 是弱的 那所以現在師父在生活的 這個起造的時候 你看有時候 那個浴缸裡面 像我們那個八樓裡面 我就特別一開始 像我做很多動作都會特別注意 就放輕 因為你一個動作 就會去傷害到眾生的世界 他世界會崩盤 像那個八樓那個地方浴室 有一次蜘蛛呢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在那邊建立他的家 因為浴室裡面沒有昆蟲啊 我不知道他捕捉什麼 但是我一去開水龍頭的時候 他忽然掉下來 他整個掉到水槽 那蜘蛛爬不上來的 那如果你動作一出的時候 他整個會被水沖掉 所以師父先生很重要是說 你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扶他一把 你不用刻意去買什麼東西來放 甚至有時候那個玻璃窗 有些那個蒼蠅鑽不出去 因為他的眼耳鼻舌聲 他沒有玻璃這個概念 因為他只有光的概念 他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一直撞不出去 那這個就是眾生被酷吾啊 那以他來講 無量苦逼生啊 那就學觀心菩薩吧 把他打開 那為什麼師父這樣做 不是在彰顯慈悲 是在修煉我的稱心啊 那因為自己看到自己的前端 是這麼可怕 那所以在後面呢 你就要看到你的煩惱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你的煩惱在哪裡 你都掩視過非啊 掩過是非啊 你把你過錯跟錯的地方都掩蓋 那你沒有辦法修行啊 你就看到你的煩惱在哪邊嘛 那所以這邊呢 主要呢是要跟各位講 斷一切惡 到這個修一切善 不是那麼一次性就做起來的 那現在很多人就看不殺生界 從不殺人到不殺人類到一切寸動寸靈 為什麼叫蠢呢 這不是罵人的意思啦 就是他的心智是很低下的 那寒靈就是他只是一種 保持一種生命健康 可是他就是一個靈體 一個小像那個單細胞動物 那些都是寒靈啊 他有情勢啊 他只維持一個吃飯排泄 吃飯排泄跟動 跟生產下一代這樣子就蠢動寒靈 小小眾生都不故意去殺害 所以你看我們最後喝水都要用濾水袋 就是心細到這樣子啦 那所以這個從初裡面 開始慢慢到聚足到細 但是在受戒的時候 你不要去作義說 我這是五戒啦 我是以人為主 不要 你就發願就是一切的法戒眾生 都是我未來要持戒的對象 要修慈悲的一個法 那所以在戒的時候就做大 那雖然回到五戒的時候 最後才講出 你一開始發心要大嘛 願斷一切沒有例外的 願斷一切惡 願斷一切善 四度一切終生 都講一切 那最後發心做大之後 那才回到五戒有哪五條 就針對那五條戒 所以五戒的就是以人為所緣了嘛 那這樣子 不要發心的時候就在檢責了 好 那 這個前面主要是說 明會前法 明就是觀想 這些東西做不到 但是我們發心去觀想一切 在戒會之前的一些做法 明會前法 明就是有冥想 有觀想 前面我們所對的這個戒法 需要對於一切的沉沙萬盡 那你受五戒呢 在這一 禁此身行 就禁此一報生 五戒就到你這一期生命結束為止 這個五戒都會一直在運轉 你所修的斷惡修善的一切的 這個功德呢 就收納在裡面了 他不會失去的 當然造惡也不會失去啦 那所以我們 因為有戒法是趨向造善 所以造善的這個力量特別強 那八關齋戒又多加 在五戒的基礎之上呢 就往上又追加了這個 這個三條 所以五戒的這個過程呢 那個不邪贏呢 在八關齋戒的時候就變成跟出家中一樣 不贏 就男女情欲之事呢 從想跟行都不做 那就是八關齋戒 所以八關齋戒就是 在家中的出家的一個因 所以長此八關齋戒的人呢 未來呢 就為自己種下比較深厚的出家因緣 所以這以後再講五戒八關齋戒再細講 那這一切的戒 的戒體就共通我們剛剛講的 如來親近本性裡面去顯發的這個戒體 那它廣大如底下我們發願的 願斷一切惡願秀一切善 適度一切眾生 所以這個就是未來形成菩薩戒的 三聚境界的戒體了 所以這後面就坐著啦 它是依於眾生的真如本性 以眾生的真如本性作為所依 那這個真如本性就我們剛剛講的佛性 就佛陀跟我們講的 我們具有如來 這真如 如來的智慧德相 就是那句話 但是我們要講 要講它真的是有個戒體 就按了一個假名叫真如本性 那現在我們以受戒來講 它的這個作用就是無作戒體 所以我們要講一個體的話 因為你講的無形無相 眾生有無所疑 它信心不容易建立 所以要從這個講佛法講體相用 就是要讓你一個很具體的知道你有什麼 可是你有什麼時候 那個有不是你現在欲界講的這個三界裡面講的那個有的概念 那個以後再談 那這個體相用是我們在我們眾生裡面想抓取一個建立信心的一個根本 所以就這樣來講體相用了 但這個體不是一個真實不變的一個主體 因為這樣又變成放我思想了 所以無作戒體就是我們從佛性的真如本性裡面開展 那真如本性裡面就是我們講的跟一實相相應的 它跟這個緣起信空是相應的 來接著講戒型 戒體講完講戒型 那在戒體裡面要這樣的伸起護持 這個是戒型 你必須這個戒體 我們戒體它就是跟一切的親近相應 也就是所謂的空性相應 所以它本來我們講戒體是無作戒體 就是它是無形無相的 所以雖然講戒體它就無形無相 可是你要講要把無形無相的很明確的表現 確實有這樣的作用跟相 這個是戒型要出來了 依戒體生起護持的種種的行為戒型 所以我們既然受戒 得到這個戒體 在我們心中互念著 必須廣泛修種種的全巧方便 全巧方便就是說你現在剛講起什麼煩惱 你現在的這個煩惱是什麼 你就要用什麼方法去對峙去逆轉 所以那個全巧方便一個人不同 像剛剛師傅舉的那個例子你們不一定有 那你不一定有的時候 但是你要不要這樣做 也要這樣做 那代表你對峙的不是煩惱 你現在則是在饒慮友情 你現在增長慈悲 像剛剛我講我的三巧方便是在對峙 那樣的一個撐心 你一定有撐才會有那個動作 那你不吃米心才有那個動作 那你們現在一樣做 但是因為你的煩惱跟我不一樣 你可能在長養慈悲 你本身可能是不是那麼稱心的人 但是你看到這些動作 你就在長養慈悲 那所以全巧方便各有不同 對峙的煩惱也各有不同 那你就用你的波瑞智慧去觀察 所謂的波瑞智慧就是要觀察你自己的緣起 你這個生命緣起怎麼來的 所以那從哪邊檢查 你的牲口 你表現在外面你看得到的 開始來觀察 所以持戒的心 就是我們在顯發戒體之後 這個戒體之後 這個戒體 發願發顯的這個念頭出來的時候 戒體才會顯發 所以這邊的文字 你不要把它解讀成說 你拿到什麼戒體 不是 你就是這念心歸心顯發了 你這念正見正知的心 我是諸佛跟諸佛同聚的清淨本源顯發了 這個就是戒體 這個狀態就是戒體了 不是要再去求一個戒體 我怕這文字大家會誤會 所以那這樣的顯發之後 後面持戒的心就出來了 所以戒體就是一個義理 隨順 這個就是一個義理 你懂了 所以琳納 為什麼要琳納 才能戒體才顯發 因為懂這個義理的 那懂這個義理之後 你就隨順本心 那個之後本心就是有望心有真如 那現在是隨順真如 那望心起來的時候 就是持戒 戒型 所以不要怕望心起來 因為望心從來沒離開 真如沒有離開過你的望心 那所以真如是在 因為戒體顯發 持戒 那就可以 就可以隨順真如 那有戒體 那行為表現出來了 那戒者是戒相 那戒相 我們表現出來 種種威夷 這個就是戒相 那戒相 就是我們威夷的行門 已經成就了 這個人 這是聚種種威夷 那就是他的戒相 所以我們所施設的 所造作的一舉一動 都合戒法 那這樣的種種的德行 從戒體 戒行 戒相 這個 就 看起來是四個 但是他合起來就是一個 看起來合起來就是一個 這邊先休息到這個地處 那要講這個戒之前 那 似乎上次有講到那個 慈心 為什麼講到慈心 上次什麼音源似乎講到那個慈啊 因為上次 果信律師這邊在 有講到說我們去到道場的時候 那是我們肆無量心的一個 一個示範的地方 修道人 這個道場是一個三解脫門 四無量心的示範的場所 就是會到道場會引發我們這些功德 三解脫門 空證見 那四無量心 有關這個慈悲 喜捨的部分 那 在群組是不是留下說 那慈心觀怎麼修啊 我們常常講慈心慈心 其實 師傅今天重點不是要講慈心觀 因為未來如果我們在道場裡面有前行 有念佛要起觀的時候 再引導各位 那 但是要講這慈心觀之前 就是說我們很多東西慈悲不來 師傅也要對應到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你慈心不來是你生活中的 很少操作這個慈心的部分 很少觀想 那你平常在靜態中不觀想 你在動態中你其實就很少觀照 可是你也不是這樣觀就觀得來的 修慈心 你要這樣像慈經裡面 他就這樣訓練南傳的比丘 訓練南傳的比丘 要先從慈心觀裡面先觀照 因為我們在靜坐裡面都是在修智慧法門 那在南傳時代呢 就是聖弟子們都喜歡集合 到這個樹下裡面去打坐 那 早期的森林 跟那個修道人處在一塊的時候 我們還是知道法界有很多樹神 就是現在西方人在講的精靈 精靈、樹神他們是依於執著 這樹為自己的家、自己的身體 那所以本人在出家眾一來的時候 出家眾的戒恨啊 戒的道行啊 坐在樹下 他們就必須要躲避 因為他們整個這些有修有證的 乃至在努力當中的比丘們呢 身上放出來的這個聲光 就會擾動啊 那他們就必須回避 那所以每次他們察覺到有人入了森林 要來精靜 尤其節下三個月的時候 然後這些樹神精靈的就起煩惱 所以常常會故意製造惡臭 一些恐怖的影響 要嚇走這些比丘 那這只有佛能知道這個事啦 佛其實沒有去責怪這些眾生 他反而教界弟子們說 這個你們要常修慈悲觀 常常原念你的修道 是這一切眾生所成的 那你要原念 從自己看得到看不到的 從遠親近親 從順境 從逆境 從大的聲情 小的聲情 你都要原念 一一的原念他們 希望他們得到安樂得到快樂 聖地子們 佛頭只要講一句話 聖地子就立刻執行 不起疑 那於是 在那期間 修慈悉音觀的這些比丘們 集合常常這樣在操作 慢慢的這些精靈素神 因為這樣的心念 整個聲光 整個法界就波動 那這些素神 山靈的這些精怪們 就感受到 那就呈現比較祥和的氛圍 我們現在很多的躁動 都是我們心念集合的 各位有沒有覺得現在很躁動 那你們各位有沒有很躁動 很好 現在回答問題都不會掉進來 現在沒有 但是很快會被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末法 就是一個現象 我們沒有辦法 正觀修行的人 沒有辦法影響外面 反而是很容易被外面影響 這個就是末法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要這樣失去信心 我們還是要 把握住自己心念波動 少分的去影響自己周遭的人 那所以這樣的緣曲就是慈心觀 他整個南傳他們很重視這樣慈經 那慈經念首之後 開始做慈心觀 那北傳其實也有 七周圓慈 這種 就是七變來來去去 對慈悲喜捨 將來去七變的次第 那慈心觀也有七周 那悲喜捨都有 而那七周的順序各不一樣 前三個一樣 後面一個不一樣 這個細講 以後再操作行本再講 那這個慈心為什麼要很重要 因為你慈心沒有修 你修到很難在進展 而你要修慈心觀 那那些比丘為什麼能快能修 現在講到一個重點 跟你的慈戒有很大的關係 你慈戒不安定不安穩的人 慈心觀也修不起來 所以慈經裡面佛羅在開示的時候 他就先告訴各位 你要修慈心觀 那你本身在各方面的性格也要 平常就要調柔了啦 慈戒才能調柔 因為慈戒在規範自己嘛 言語律己嘛 那寬以待人嘛 所以呢 這個就能調柔剛強難化的自我 那所以這樣的慈經呢 他必須要有一些 在佛羅在開示慈經之前 他就要有一些基本條件 你要培養出一些 基本的人格特質啦 你必須第一個要有能力 那這是翻譯的語句啦 很多人看不懂說 喔 那說我沒有能力呢 我只是一個打掃工人 他是總裁 他有能力 佛羅講的能力不是這個 佛羅講的能力 你要降伏煩惱的能力 你要克制的能力 他的能是指這個 你要能管理自己的能力 所以能力 他指的是指這方面的能 那第二個 你必須培養一種個性 你要有正直啊 你必須要是正直 正直就是說 你內心不會有太多複雜 昨天師父在禮拜六講的課 在講那個五種不難的時候 為什麼說菩薩界可以隨喜你進來受界 可是別別解脫界綠界 遮止五不難五不女 是因為那個心性太複雜了 不是歧視喔 就是你菩薩界 你看我們沒有歧視這種多種性格性向的人 有沒有從事八大行業的人 昨天有去上了舉手 一二三四 OK好放長 那所以你就知道菩薩界裡面他是廣的 可是在綠一界卻很嚴謹 因為你要培養正直性格 像這樣的心性複雜的人並不容易 他會忽而忽而這個忽而那個會變來變去的 而且他的慾望很廣 所以他並不容易正直啊 所以就心性上來講 所以慢慢的我們引導這樣的人 慢慢的看清楚這個自己生命的本質 若不以為苦就沒辦法引導 他確實說這樣子無窮無盡的 他知道苦了 那開始引導他捨棄他原來的這些複雜的心思啊 慾望啊 所以正直能力正直 這兩個是佛陀講修道的人要先具備的 所以你太放逸自己 你自己控管能力不佳的 這個沒有這樣能力的人 其實就要從很多做事上去結緣 去磨練訓練開始 但來到教宗門內呢 已經要修快 你這些都要具足好的 你的這個能力 你的正直 正直心要出來 那後面就調柔了 你一旦拿到佛門裡面 你看我們很多的師父在以前 在這個大僧團小僧團都待過了 那剛好都讓我負責有關教育跟輔導 教務處的還有學務處的還有輔導處 三處我都待過了 那教務處當然就像現在負責講課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最簡單的 最難的就是有關學務跟輔導 學務就是當我在管理 在下規矩的時候 我記得兩年前來的時候 我特別要求說 師父都到了 你們什麼都還遲到 那裡面有一個來選秀說 其他班都沒有這樣 你們就沒有那麼嚴格 不得了了 我講這句話就不來聽了 這個就師父學務的這種特質 學務就是糾察嘛 在管理各位入了這個佛門裡面的 身口的行為嘛 看起來是規矩啦 可是這東西就是說 照理講可以不用規矩啊 如果你有能力自我管理好 我哪裡需要規矩 但是就是說怕大家來這邊 散慢 然後按照過去在家的這個習性 學佛 那這樣就太對不起大眾的護持嘛 對不對 這個是你在坐在這邊 不是你繳多少錢 這是大眾的護持欸 那所以這種 這種當這個你 都要往壞的地處想 你心不正直 那想 就常常把人家的善意的提醒 想成這個 你自己貪貪吃得不順 所以你就不善順了 所以你的能力正直是基本的人格特質啦 這個可以培養了 你只要真的認為自己這樣真的 這樣可能不是一個很善美的生命狀態 你如果自我感覺良好 那就沒辦法了 那如果覺得還要更好 那你一個基本的能力增值 你先自我的那個心要 這個關照的心提起來之後 後面有關 就簡單了 你有這樣的心 後面有關第三個特質 善順 善 善良的善 順 只要是善的我就順啊 這其實提醒的話這沒有不對啊 你有善順的特質 那你看有小孩子就 很受教 我們講受教 那有些就比較 比較 要質疑你一下 這個也沒什麼不好喔 因為他可能有思考性 但是我說從這樣的叛逆到調柔 到他能善順 那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我也不會要全部都是乖乖排的啦 我意思是說 你從這過程裡面 你可以慢慢善順 所以你找到你的 安利學習的地方了 你找到你善知識了 你找到同餐道友了 你找到正確的法門了 那你就是各方面你就要善順了 既然這些都是善法 那你就要隨順了 那難免有習氣 跟你習氣衝撞的時候 以前都暴怒了 一句話了 一個臉色的 一個動作的 那現在慢慢已經在訓練 所以這方面講到什麼戒什麼戒 沒有 你現在是觀察到自己的這個狀態 那就是在未來在慈戒就容易了 乃至慈心觀這些都要出來 所以你從善順 能隨順善的這個因緣善順 後面你能慢慢的具足一種特質 又衍生出來的 你不容易暴怒 你的那個溫和的特質又出來了 溫和的特質又出來了 所以一路要修慈心觀 要進入慈心觀之前 佛所說你要有這樣的特質 那學法最後他告訴你 有個特質叫謙虛 因為法永無止盡的要學 是因為你的煩惱有無盡 所以學法千萬最後有一個特質很重要的把關 你不能教慢 你不能教慢 所以那個謙虛不是說把自己要刻意壓得很低 阿明明說我在讚嘆你怎麼樣 你說我沒有 如果你真的沒有 那講沒有沒有關係 那如果有的話你就笑一笑 你就承擔吧 那講謙虛不是故意要裝客氣 是謙虛是因為你知道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的很多的煩惱習氣 還沒有完全對峙完成 所以你的謙虛是站在這個角度在看 所以謙虛不是一般世間人 他已經是人間富貴 全高位者 他要表現得很謙虛 不是那個層次 是不管你現在在高位在低位 我永遠有謙虛是因為 我知道我們的煩惱無量無邊 我要學的法廣大無邊 那一切的眾生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所以你的謙虛是從這個三個角度來看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從生活上也需要幾個特質 因為這個是針對那時候在針對出家眾在講的 那我們現在也把各位當作修道人 那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是被護持的不是嗎 那所以 佛陀那時候跟高界出家眾 你要修持心觀 你在生活上 剛剛就講那個心性態度 那現在生活上你必須要 生活作物你不要太躁動 你不要適應一個追著事情到處跑的人 不是叫你不要去做事發心 就說 你的 你要修 既然要修持要修定 持心觀是一種禪定 那你必須要把不必要的這個活動減少 所以你的生活要少作物 那個任務的物 生活少物 那現在的人都會塞滿 星期一學瑜伽 星期二學音樂 星期三學畫畫 星期四泡茶 星期五插花 星期六聚餐 星期天 再抽一天來聽課好了 這個齁 就是說你不要堆滿 你要做這些事情裡面 如果你能融合你能調服那當然很好 但是我說 如果你堆滿只是在追求 你的心是容易散亂的 生活少物 不是要你懶喔 不是要叫你犯懶不要做事喔 他叫你生活少物簡單 少這些雜事的物 那你盡量讓生活簡單 事物是少作物 那簡單是指 很多東西不要弄太複雜 不要弄太複雜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辦法會 但是為了恭敬呢 你看我們簡單的一個香爐 一個燈的擺設 莊嚴就出來了 但下次請擺正好嗎 有擺正嗎 師父的執著就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東西不是擺上去就好 你是要善觀這個位置 你的恭敬心嘛 那有沒有擺正把它擺好 把它擺好 有的人真的是差很多 左右差很多 前後差很多 他只是負責放上去而已 那這個就簡單中午的一些要求 但是你需要把這個布置 像那個法會的會場嗎 為了一堂課 不需要 那你們生活是不是一樣 也是簡單 這邊簡單就指各方面的簡單 生活 穿衣 受用都簡單 那所以 他也要你要這樣 生活上這樣的性格 也是要這樣的人 那第三個 生活上要善護諸根 這都還沒講到慈善 他就先教你管理你的存在 你的生活 諸根 就你嚴而鼻舌身 我大部分人在走路 會稍微 關照一下我身邊 跟我這樣擦身而過的人 走過來的 走過去的 有點攀緣 但是這攀緣是必要的 是因為打開眼鏡 看看你的法界 那發現很多人走路 腳沒有護他的根 因為他走走走 你們台北最嚴重 因為你台北的櫥窗都很漂亮 走路 就看一邊 一直在看櫥窗 其實就是一直被吸引 我們的廣告 我們的櫥窗就是在 刺激你的慾望 你的感官 創造你的需求 那不見得是你的需要 那其實就是在創造這些 可以要散戶諸根 但是眼睛 這個 容易 戶 我走路 專注在某一個地處 所以走路 我不要四處亂看 那鼻根聞到 特別香的 那我閉著 就不要聞就好了 所以你臭的會 會激起那個 惡心惡念 那我閉著過去就好了 但哪個地方關不了 耳朵 都關不了 耳朵四通八達 那這時候呢 耳根很利啊 那你像 師父常常坐在那個 包廂裡面 常常 如果你有心要聽呢 後面前面在講什麼 你就聽到一清二楚 還可以聽到某明星的八卦 因為有一次我後面就做個某個名人 在講那個整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 口無遮攔的 不斷的講 他已經夠小聲了 但是我覺得耳朵很厲害 當你想聽的時候 尤其人家講你壞話的時候 你絕對都聽得到 那耳朵怎麼樣去睡的時候 當你心中有作意的時候 外面的聲音會 將來很快的飄過去 甚至你會不察覺它的存在的時候 那耳朵其實它不是 關掉 它是聽而不入心 所以那個耳朵 你要互念 所以互念 其實就是藉著你心中有佛號 或者你心中起思維 或者說 好 既然聽不掉 我就用那個聽耳機 聽法意 那這個就是三戶諸根 講到這邊是生活上有關自己的 那對外的 生活對外的 你做事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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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輕率 你看佛頭怎麼會規定到這麼細啊 因為它只在告訴我們一件事啊 你如果在佛門之外 你就是一個諸多粗糙 諸多圓缺的人 你不會因為這樣子 你不察覺 不改變 不去練習 來佛門忽然就變成一個非常親近的人 不可能這樣 所以各位以後看到佛門裡面什麼人啊 不要怪佛法好不好 其實他本身自己的生命狀態 還沒有修煉完 那我們不要瞧不起人家啦 就是說 大家知道原因真的不是佛法的問題 是你自己在社會上 自己累劫 自己看到你的家庭社會 學校的問題 可是從累劫來看 你可能這件事情 你就沒有把它給做好 所以培養一個人的建立生命 沒有那麼容易啊 建立一個完美的生命呢 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建立 所以在修慈經之前 其實他講的就是慈戒啦 所以謹慎不清算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在家中 跟出家中共同的 你慈心觀要修起來要廣大呢 雖然我們都從親人裡面觀想 所愛的裡面觀到所恨的 到非愛非恨的 那一樣你要保持一個 對眷屬不要貪戀 我們可以互相的幫忙照顧 因為這一期的因緣 但這因緣因緣過一直在變化 所以你要培養一種智慧 你不要貪戀 不捨你的所有的親人眷屬 有一天都是會各自紛飛的 那已經有提早這樣看見這件事情 所以你又能盡責 可是又能對廣泛的人付出關心 你不會局限在自己的家人 所以你容易貪戀眷屬的人 其實你就是一個比較有情質的人 那把這情質化成大 關心大眾 那這樣就慢慢的對自己 那個自己的那個我呢 眷屬就會比較鬆一點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上次要跟各位提問說 那事物量心裡面要具足的特質 今天要跟各位提一下 你有沒有 那這些東西你從剛剛這樣一路聽下來 其實它跟慈戒有關係啊 我們慈戒就在建立這樣子的一個性格 所以你如果沒有戒 你任何法門怎麼修呢 我就舉這個慈心觀來跟各位講 好 這是第三堂課是不是 時間過很快耶 35分 好 那我們還是要講一下這個 我們講的最初的這個律儀啊 三聚禁戒 從最初的律這個受戒到後來受菩薩戒 這個整個體啊 就必須是三聚禁戒的這個內涵 所以我們從五戒 那我們未來會受再加菩薩戒 那時候就會講到三聚禁戒了 那今天會特別提出來講是說 因為我們在在受五戒的時候 就有跟各位安排 願斷一切惡惡 願修一切善 適度一切眾生 三聚禁戒 看起來是五戒在發誓願的 可他這一聚呢 一路從頭到尾呢 就是這樣子一個精神 菩薩戒也是在念這個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 三聚禁戒 三聚禁戒 收色一切大聖諸多的戒 願那一切惡 就是色慮一戒 願那一切惡 願那一切惡 就是色慮一戒 就是色慮一戒 就是色慎法戒 饒益有情戒 就是四度一切眾生 所以前面發心 後面表現出具體的戒 就是三聚禁戒 就是我們後面講的這個 第一 寫在那裡 這邊沒有斷句啦 第一 第一種色慮一戒 第二種色散法戒 第三種色眾生戒 那色眾生戒 其實在其他地處 他會寫成 饒益有情戒 那個饒益呢 饒呢 就一個十 那個饒盒夜市那個饒 饒 一個十字旁 一個搖順的搖 饒益有情戒 好 那麼 綠戒 是我們大家一切 從五戒 八觀哉戒 出家戒 到菩薩戒 我們共通要遵守的別別解脫戒 它是在對峙我們的惡根 惡性 所以他就是規定 你不能去犯的一些根本大戒 做到了這一類的煩惱 就沒有了 這叫別別解脫戒 所以五戒 八戒 十戒 乃至我們出家眾的聚族戒 乃至到菩薩的根本 都是在這個幾種上面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切的律儀 就包設在這個部分 所以一開始我們授學 是從一個一個來的 五戒 八戒 十戒 然後出家眾聚族戒 可是要你啟動菩薩戒的時候 像在家菩薩戒 就沒有聚族戒這個部分 但是 含色的五戒 八戒 十戒 還有更廣的 律儀戒 只要是 損腦這個 這個我們的菩提心的 這個惡元 就是我們律儀了 所以這個法院朱靈說 法院朱靈講 社律儀戒 最要緊的四種 那這個不只是在律儀戒 這底下四種 嚴格來講是從 余邪師弟論裡面的戒品 我們未來再講 我們在第三年第四年會講余邪菩薩戒 這四種這個仲戒 就指這底下的四種的精神 你不可以為了立養 緣故呢 讚嘆自己的德行 所以這裡面的四種就跟五戒的那種 那個殺到淫妄不一樣 因為那個殺到淫妄也是我們要守的律儀 但是菩薩的律儀戒 就是不可以為了立養讚嘆自己 的德行 而毀謹別人 對 這個智商毀他了 第二個 不可以 你牽灘已經不應該了 那第二個不應該 對方已經這種貧窮的眾生的苦難眾生已經現前了 那第三個不應該是你又不肯給對方 這個就是已經有好幾種煩惱在裡面了 這個就是犯眾 犯青就是只有一個或兩個輕微的 那你看 你又牽灘 有煩惱你又不知道 對字 那對方貧苦現前了 你又不持敏心 第三個不肯布施對方 這已經真的在犯 已經確實是在犯戒了 這已經確實在犯戒了 那第三個更可惡了 你不但是這樣 而且你不但不給 你還稱心打罵眾生 那第四個 就毀謹大乘經典 這四大點就是 這個樣的精神 就是於全菩薩界裡面特別講的 特別講的 所以它的這個 有關的律語 你看這邊跟 跟我們這個五界八界的這個律語不太一樣 那個律語就是在治惡的部分 從菩薩的律語來講 你看只要是 是損腦眾生 從自己開始敗壞 那又去 又去沒有利益到眾生的 那個就是律語界 跟我們五界八界裡面的 對殺到淫忘 針對自己在自戒的 不一樣 不一樣 但是一樣有 一樣這個 菩薩的律語界裡面 一樣是有 不殺不偷盜 不學雲 不妄語 只是它做得更廣 後面這四個精神再加進來 你就知道律語界更廣了 律語界更廣了 所以有人會看到這樣子 就會心生褪去 那這邊還是要跟各位建立一個觀念 菩薩界是慢慢學習而來的 它不是受了界之後 你瞬間完全就必須要去做到 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碰到這境界 你難免都會陷棄 那以後再來講 因為有人看到這邊就自己 第三不得稱心打罵 那我管教小孩子怎麼辦 所以他就不了解這條界 不是這樣子詞的 我們往下再講 第二 色善法界 好了 止餓了 餓的這種習性念頭 行為 遮止了 但是你要斷惡 還要修善 這邊還是視正寢的概念 那就是所謂的奢受一切善法 當你這類煩惱對峙 有時候對峙不了 是因為有時候不是你持戒了不得力 是因為善法太少 所以你要幫助色律於戒 你必須要修種種善法 善法裡面除了六度以外 主要是我們的文思修 你要正確的這個智慧觀察 才能去把六度做得圓滿 所以三慧跟六度 這兩個互相同時要增上的 所以這樣就是所謂的善法 所以善法不是只有講的 一般的善的行為而已 它必須有智慧 它必須有這個 不施慈戒忍入種種 來圓滿這個善法 那這善法強 那就能對峙到色律於的惡法了 那就是我們今天補充講義的 你不能單一只修一個 因為這三個會互通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這你的斷樂修善 無非都是為了第三個發心 射眾生 能射受一些眾生 以這個慈悲喜捨的心 來用誓色法 射受眾生 這個就是饒益有情界 那這三個這個 這個意義呢 就是我們今天給各位補充講義 三聚基因界裡面 它是互達互射的 互通互射的 菩薩界裡面的這個三聚基因界 大叔幫我們歸納 那菩薩界的一切廣大的誡法 它是散佈在大聖佛教的一切的經典當中 那整個集合起來 就是色律於界 色三法界 色終生界 那在當中 我們個別講 就是與中分別 為什麼要這個色律於 我們講律於就是子惡嘛 防徽子惡 那我們在第一堂課第二堂課都帶給各位一個觀念 我們最大的惡就是什麼 這個我職的無名嘛 一直任望為我啊 什麼叫任望 就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身心 外在內在整個都因緣合合的現象 我們卻要抓一個死有我 死有一個常 那就在裡面要隨順自己這個我職我見呢 順著貪成癡再造一切的善惡業嘛 所以也因此這樣的錯誤的知見 也造善也造惡 所以你得到的果報 就在善惡裡面生成於六道嘛 好一點就天啊 那最糟糕的就是地獄啊 但是這邊一直不能出六道輪迴 那所以你要你要開始遮止最大的惡根 不是那些做事的那些事情 是你造惡的這個我 這個我 那這個我我們慈戒裡面就要開始來規範 你不要處處我要怎麼樣我要怎麼樣 而去損腦眾生 現在從我裡面開始要去剛剛講的那些性格 為什麼你可以開始簡單 為什麼你可以開始親近無為 為什麼你開始可以去慈悲別人去利益終生 因為你現在看到 我不是在一個單一不變的個體 因為你的我都是有多少的因緣成就的 就是我們前兩課在講的因緣觀的智慧出來了 那你為什麼看到因緣 因為你看到無常的現象 佛陀他說他出現世間不是他發明這個教法啦 他不是什麼創教之主 這是後面的人跟他安利的 他最大的價值是說他 他在示範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人都應該跟他一樣 都應該有察覺這種無常的道理 但是我們都 都不想去面對這個真理啦 那佛陀他是很勇敢的 你看他當初要出家的時候 他可沒有在那邊計算好耶 他那時候整個王位富貴 是因為內心看到這個無明 整個生命的苦 所以他開始去放棄現前有的 去追尋他的疑惑處 所以我現在很欣賞現在年輕人 他會脫離安逸圈 去當一個他的目標的一個追尋者 但那不是一種狂妄的那個啦 就是他自己本身有深深的觀察過 他必須要去突破 那佛陀就有這樣的性格 那時候西大多太子有這樣的性格 那所以他看到原來這個我 就是整個你造作惡法的根源 那所以在裡面他開始學習種種的法 像他學習很多六年的苦行 就是你看那些苦行都在規範自己 就把自己的很多的欲望 本來很放大嘛 我們都在放大我們的需要跟慾望 他把那個縮小 縮小到最後他發現苦行不行啊 你雖然用這些東西一直打壓自己 但是你的智慧啊 你觀察緣起的智慧還是沒有到徹底 你只用苦行來壓迫自己 這樣是沒有辦法開智慧 所以但是在第一階段呢 他的厭有為就出來了 因為他說原來我即便修苦 以前在富裕當中 我覺得這個很多的苦 很多會失去這個苦 那現在已經我不怕失去了 我現在在修苦行 那還是會有苦 為什麼 因為你生死 你的內心的那種造作都還在 所以還是有苦 所以他開始觀察 原來你的心如果放在 你只要你內心有求於一切的圓境 一切的圓境環境 身體 你的內心有所求的話 你的內心安立在這些 會變動的因緣法裡面 那你就永無安寧之日 所以他有體悟到這一點 那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還是覺得 因緣法雖然這樣在聽 但是我們都還是在求一個 有一個很安穩的 一個地處 那這樣子的話你有求 那我覺得 有時候修道會現一個假象 他會福報讓你平穩二三十年 你以為這個就是我要的 可是他最後生死一刹那 在晃動的時候呢 你才知道原來那些是福報是假象 原來這些東西還是會變動的 原來這些東西還是會變動的 我們修道上面的八萬四千劫的 那個滅盡定不是這樣嗎 當你的整個福瓦解了 瞬間你發現你的內心想抓取的那個安立的世界 他還是會變動的 那所以 厭有為 我們現在慈戒 所有的履於 規範你的那個我 在針對我要什麼 從對欲戒的我要到色戒的依賴 到無色戒的種種內心的直取 你看慈戒越來越細喔 我們現在講的慈戒都跟針對欲戒 在防飛那個我 因為那個我就是欲戒所成的 你以為有我 那其實都是欲戒造出來的 欲戒是我們現在的感官啦 欲望 那一些聖賢就擺脫欲戒 然後來到色戒 色戒就是天 他欲望很少 那最後沒有欲望 像梵天 像我們的那個梵天以上 叫做那個像上帝 他們的都修事無量心 他們不一定要修佛法 因為佛法的事無量心 就是共世間的 但不共世間的就是這個有為法 看透有為法 所以他即便修到色戒 他也知道那色戒是一切善法所成 所以他也知道要遠離 他也不會依在那裡 所以厭有為 所以上面的詞戒又更細了 他戒的不是欲戒 因為他已經沒有欲戒的問題了 他上面的戒 必定是跟菩提心 必定是跟這個波瑞要相應的 所以那個戒 就是在觀察 無我 無我所 所以那時候戒 已經不是像這麼粗糙的這些 欲戒的戒了 上面的戒就是用智慧 必定觀察 不能依賴 所以也是厭有為 有為就是所謂的 你必須要透過種種的因緣造作 叫做有為法 那佛陀的智慧到後來 那個內心叫無為法 就是他內心他不用假造 因緣生命來安立心安 不用 因為你只要用有為法安立的心安 都不長久 那無為法呢 就是必須安住在空陣間 安立在這個智慧的觀照上 他的智慧他 只是藉著有為的生命來開展 而不是把心放在有為法上 所以我們先不要講到色戒 到後來無色戒 他已經不依賴外在的 無色戒剩下那一念心的執著 但是那一念心 我們的心還是在生命造作的狀況呢 還是沒有辦法解脫的 那所以我們先講的厭有為法 就是先脫離世間 我們現在只要看不懂的是欲戒 色戒跟無色戒的功德 我們現在還沒有 因為我們還沒有進入到禪定 但是我們現在把我們綁住的 就是你對 一切外在的因緣條件組合的事件 配合你內在的欲望組合條件 那你一直被這些東西綁住 這個就有為法 那你開始要厭離了 所謂厭離不是不要 開始慢慢遠離 你也在這有為法 你厭離有為法 代表你離開有為法嗎 沒有喔 對 現在回頭很快的才對 就是沒有 你還是在有為法的裡面 但是你並不會被他所牽絆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厭離心 所以厭離心不是那種 離是所 那什麼 離群所居 這個成語以前都很像忘記了 就是說你離開大眾緣起不是 離開有時候是一個方便 但是你發現你也沒有辦法完全離開了 因為你依附的就是三合大地群眾 但是你開始厭有為的時候 就是剛剛講的 你開始簡單了 你開始內在的少欲無為了 就是說你的內心不再依賴這些強外在的因緣 來尋求快樂 尋求安心 這個就是一開始的戒 就在學這個 你要厭有為 所以很多的綠 你這時候就不會覺得他讓你不自由了 因為綠一戒 你常會讓他感覺到不自由 可是你要知道他後面是要讓你不再依賴 你慣以 習以為常的慣性 這個有為心 對欲戒造作的一些有為 這個有為就是因緣 厭離因緣造作的貪染 厭有為 那你的無為之心出來了 就是求佛制了 那我們剛剛講求佛制就是 開始要修學佛的智慧 你不能只是說嘴巴講講 你要種種的善法 剛剛講的 四無量心的善法 一個一個好好的修 然後六度一個一個好好的修 到後來可以融色 那這些善法才會讓我們開智慧 所以我們念佛人慈戒的人 不是說單一的念佛 單一的慈戒 你看慈戒裡面就要設善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很多人講慈戒 以為是綠一戒才叫慈戒 沒有 很多善法你要去做也是慈戒 所以上面的慈戒就是止息 停止的止 止息你所有的惡的習慣跟念頭 那就要止慈 慈戒的慈 那底下兩個 你必須增上你的這個戒的能力 慈戒的能力 所以修善跟饒慾友情 畏念眾生受生戒 底下兩個是做慈 你要有所作為 你應該要去積極的去做 去具足這善根 那廣結這眾生的緣 這個叫做慈 所以上面是止慈 下面兩個是做慈 這個就是我們的三聚境界 基本的一個精神 那後面兩個 這邊是個別講 那第二段 就是雖然個別 可是一個裡面會通其他三個 會互相的互相容赦 你們先回去看 那下禮拜呢 基本上就要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收尾了 就是賈三的 會很快的講到這個重要性 跟慈戒的這個態度慈戒原則 下一堂課就不會照著這樣講 因為要進入到儀教經 佛儀教經的一個進度了 所以整個第21頁到第35頁 就是我們下次要講的重點 講到35頁 那後面事務35頁後面呢 有關這個慈戒的威儀 懺悔加行 都會在 講後面的五戒八戒 乃至這個儀教經的時候 都會加進去 這樣就避免它的重複性 因為主要是要先把這個 基本的這個在家律學的這個概念 先給大家講 所以下禮拜講完這個甲五的部分 就進入到儀教經 所以下個禮拜要把儀教經帶來 佛儀教經帶來 那補充講義的後半段兩段 你們回去先看一下 好 好 好